各位有时我们对得医治的事情想得太复杂了 特别是有时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 我们不寻求主的医治 反而心里怀着很多的念头说 是不是我犯了罪所以得到这病痛 或者就是说我向主求了他也不一定会医治我的 因为或许他在我身上的病痛有其他的美意 那有时我们好像对圣经懂得更多 我们的心更复杂 不能单一的依靠他呼求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对你说一句话 你理性所认识的这位上帝 要成为你心中的依靠 当你认识了有关神的知识 你的心要更单纯的依靠他 这样你才能享受他的医治 也有权柄为许多有病痛的人祷告 让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 认识有关医治方面的事情 让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 第四十节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 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动了此心就伸手摸他说 我肯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即使离开他 他就洁净了 很简单的一段经文 各位 今天有一个大麻风病的来见耶稣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会知道 这以色列人所得的大麻风病 是源自于一些隐藏的罪 然后显露在他的身体 那慢慢 霉菌就长在他的皮肤上 那神的律法也特别的告诉 他的圣民要与这样的人隔离 那所以得到大麻风病的人是非常的羞耻 而他们也在整个的社会里好像被排斥的人 那再者 这大麻风是唯有神本身才能医治的病 那这时候 这长大麻风病的来到耶稣面前说 主啊 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 各位就在这时候 圣经说 耶稣动了此心 各位在这里说到 这医治的出发 并不是来自那人的学问或者虔诚 乃是来自主耶稣的慈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问各位说 每次我们在痛苦中呼求神的时候 有否看见主的慈心呢 各位 主顾念我们是尘土 我们是有限的人 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 若神不接入 我们也是无助的 终然我们是能够教导很多人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最简单的难处 我们还是需要 那全能的神 介入我们的生命 介入我们的问题 所以在你因你的病痛 而感到痛苦与羞愧的时候 你不要认为 主不会医治你 你要护求主 而看到他的慈心 主的慈心 是他医治你的目的了 那么主动了慈心之后 对着麻风病人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各位 我们在痛苦中呼求主的时候 要听到主说 我肯 我愿意 各位听到吗 各位很多时候听不到 那我们来思想 为何很多时候 我们听不见主说 我肯的声音呢 其实 大概是有几种的理由 那第一 可能我们没有单纯的心 依靠他 我们宁可 为我们的痛苦 担忧 或者自己想办法 寻找人 或一生的建议 也不一心的呼求主 所以我们听不到 主肯的声音 那第二 可能是 我们还未来到尽头 我们不想成为 好像是一种 无助 然后要求助的人 或许我们认为 我们还撑得住 所以我们听不到 主说 我肯 那或者就是 我们的神学 告诉我们说 向主求肉身的医治 是不需要的 那听起来 不是这么属灵 各位 你的神学是这样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些错误的观念 这是一些 没有将神 当作神的观念 其实这些都是 我们对神保留的心 那不是信心 主所讲的信心 就是将你的问题 带到神的面前 相信他的慈爱良善 而呼求他 然后不需猜疑 他是否会不会医治 唯有将医治的主权和过程 都交给他 各位 这就是神所要的 结菜种的信心了 那么 在这里 主说 你竭尽了吧 你竭尽了吧 各位 当这句话 从主的口中出去的时候 这麻风病人 即时得洁净了 那并不是 之后 他要做什么 才得洁净 所以神的话 神愿意 而出口的时候 当你听到的时候 那就是医治发生了 但在这里 我们要知道 主所施行的 是两种的洁净 第一 是那人 外体的麻风病 得洁净 身上的霉菌 得消除了 那是一般人 都能看到的医治 但是第二 这要得洁净的地方 是那灵魂 离开神的罪 或者是我们心灵里面 不顺服神的那个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第二种罪 是我们的主更关注的 因为真正叫你 尽到羞愧 内疚 无能无助的光景 是跟着第二种罪 有关系的 主要在这个地方 彻底的洗净你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倘若今天 你还会将你的生命的主权 交给耶稣 然后你身上有病痛 有危难 那你要知道 你的病 是从你的灵魂的罪 而来的 你要来到 耶稣的面前 得医治 只有他 能够除去 你灵魂的罪 然后医治 你身体的病痛 那另外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的身体 现在有病痛 你不要怀疑 神的医治 他已经 爱了你 永远的生命 更何况 是你暂且的身体呢 各位要知道 主顾念你的灵魂 也顾念你的身体 你来到主前 单纯的相信 祂的慈爱 而求祂医治你 那如果你心里面 受圣灵的感动 想起你有一些 隐藏的罪 或依赖不顺服神的地方 在那时候 你向主悔改 圣经说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你的罪 洗尽你一切的不义 然后 祂也会在你 肉身的痛苦里面 释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